美国可能会要求台湾要交出更多的保护费 那么但是刚刚将军反过来思考 说到底是谁要跟谁收保护费 但日本不也是如此吗 美国一样也要求日本要加强他们的国防预算 必须提高 那么在岸田时代确实也看到很配合 而如今美国现在是不是想要告诉日本的是说 你们付更多的保护费 那确实能够获得更多的保护 你这个费交的很值得 因此我们看到美军在西太平洋 他要强化空中优势 所以根据英国美日电讯报也跟进报导 说美国国防部宣布一项 耗资超过100亿美元的计划 要在未来几年向日本部署 一共84架新型的战斗机 这所谓的两款王牌战机 分别是48架F35逆宗战机 还有他取代F16战机 然后还有36架F15EX 先进英式战机 那要部署在冲绳的加首纳基地 来接替已经退役的F15C 真的很厉害吗 足以堪称为王牌吗 请教将军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只要 现在美国也是针对威胁来衡量 因为中国大陆的殲20逆宗战机 已经量产将近300架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F35是不是要过来 一定要相对过来 因为不然中国大陆的逆宗战机那么多 然后在日本的美国的F35那么少 你这个战力不对等 施衡 一定要施衡 对 现在是施衡的状态 那在日本一定要相对的提升 是这个样 然后中共的歼16也是算是王牌 那歼16出来了 那美国的还是不是用F15C呢 那不行了 用F15EX 那这个是要更新型的 这已经数位化 而且发动机推力都提升了 整个发动机都泛新 所以歼16已经是一个厉害的电战机 那所以呢 现在美国赶快要派 所以美国要相对的把那个老旧的 因为在那个老旧F15C已经30年了 你这个30年不能再用了 差不多这已经售齐到了 那换F15的EX 这个是这个超级雄鹰 这个因为它是大型的 我们算是轻型的战斗机 已经轰炸机了 它是这个样的 它载弹量是很大的 能够比过歼16吗 大概应该讲是不同档次 因为它是属于战斗轰炸机了 它是具有轰炸的能力 然后这个问题就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量的问题 因为在加索纳机率就是那么大 它的这个容积量就是那么多 那你要在值上一定要做提升 因为你的量已经够少了 你值不再做提升 那你量跟值都输 何况歼20跟美国的F15 是同一个档次 所以在值得上面也没有领先多少 那现在怎么办 那现在我们总共看起来 总共是84架 因为你是 它总共是30 这个F35是48架 F15的话 那总共是36架 总共是84架 量大不大 不大 你这个80架总共加起来是 但应该算是两个连队 那个两个连队对中国大陆 我认为不够 在这个地方是不够的 空权的力量不够 除非航空母舰过来 因为航空母舰虽然是一个海上移动 但是它是移动的基地 是这个样子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看 这个量是没办法比了 那赶快在池上做提升 在池上做提升的话 也是效果有限 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 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 跟一定的数量 就跟质量 质量已经到达这个水准了 所以美国在这方面 那量是没办法提升 因为就是那么大 就是那么多 那是这个状况 所以这一个换了这个 取代的F-16 或者取代的F-15C 在这一方面是考量到 我相信机灵过高 要换一些新的 非换不可 一定要换不可 要不然的话 它整个战斗力是受损的 对 而且它这样子的话 很显然你不换 就更不会是解放军的对手 这美国现在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整 说真的我们常常在华 比方说是社群平台 在网路上面 或甚至是抖音或TikTok 你都会看到 有关于解放军的一举一动 很多人都会把一些短视频 把它分享转贴 那但是呢 比如说TikTok 这个在美国来讲 不也曾经引起过很大的讨论吗 TikTok太多人在用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封了 把它禁了 但是有吗 如今呢 来波及我们来看看 现在呢 你看光是面对这个TikTok 也就是抖音的国际版 川普之前曾经也想要 但是后来在最新的访问 我们看到他却表态支持TikTok 16号的时候 他表示他支持TikTok 因为市场需要竞争 如果没有TikTok 就只有Facebook跟Instagram 所以呢 而且他其实对于这个脸书啊 其实还蛮感冒的 那现在呢 他坚持TikTok应该要继续 那但是 这个人也真的是很善变啊 你看他说 我不打算让脸书规模扩大一倍 在三月的时候曾经讲说禁止TikTok 他觉得不需要 而且呢 脸书也不诚实 那过去曾经说 TikTok是威胁 现在却又支持 反反复复 这就是川普啊 川普一向是这个 联合这个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啊 他现在的主要敌人 叫做祖克伯 所以META的这个 这个影响力 对他来说 他是没有办法接受 他那个叫做有仇必报 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川普跟我们的赖总统 还真的有点类似 就是你过去曾经欺负 我记住了 只是赖总统不会到处讲 川普是到处 还说什么 不怕你不 这个知道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他还说他当选要把 祖克伯关起来不是吗 所以这种话你知道 都还没当选 就在讲这种比较狂 比较狂的这种语言 那当然TikTok对他来讲 就变成一个叫做 杠杆的工具 我可以拿来去制衡 其他这些社群的媒体 所以我相信 这个川普当然他自己 还创了一个 自己的社群媒体 所以他很清楚说 这种社群媒体 对现在的 现在这个时代 尤其是这种讯息的传递 有多么的重要 那他就怕说 反川的势力 掌握垄断了 这些所谓的社群媒体 这就是他所害怕的 所以对他来说 TikTok有他的必要性 那但是同样的 他这样的一个 老实说 他这样的一个动机 是不纯正的 未来他如果真的当选总统 哪一个社群媒体 不听他的话 可能就会遭到 无情的追杀 那但是这某种程度 也证明了 美国在打TikTok 也许都是为了政治利益 而不是真正的所谓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个资 有没有什么 这个机密外泄的问题 其实真的都是为了政治利益 对而且事实上 TikTok是不是能够帮川普选情加分呢 他现在粉丝数达840万 那当然他有他自己的 truth social嘛 可是你看 是不是他也必须要善用 这个选举的工具呢 当然他需要用这个工具 他也希望能够就是说 我们叫做 把他的讯息传给广大的 这些使用的 这个这个 优势嘛 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就是 TikTok 应该是年轻人比较喜欢 特别美国人在年轻人方面 那是不是川普还是希望能够 在年轻人方面有更多的突破 因为毕竟我们在最近看到的 这个民调里头 川普现在获得年轻人的支持度 是超 不是说超过 比2020年要高很多 特别是没有大学教育的 那我觉得 就是知识水准比较低一点的 那没有读过大学的 或者拿到学位的 那这一方面他是 就是跟拜登是打平了 但是呢 上面的那个他差很多 可是 但是TikTok就是不是一个说 你今天要是读硕士博士 才会去用嘛 大家都很喜欢用 而且这个 这个就是 已经很普及了 很普及 而且是一个比较轻松的东西 感觉上不是很政治 但是广告是一堆了 说老实话 那川普就利用这个 把他的讯息 我想继续跟这些支持者 来做一个联系嘛 是好 回来我们要来谈谈这个军事的较量 刚才我有请教张将军 有关于美军在日本的部署 现在他们用更新的战机了 可是呢 另外我们要来看 在海军的实力上 大陆真的是让大家有目共睹 尤其是日本 看在眼里 你看光是来一个山东舰 不盯着怎么行呢 所以日本的防卫省 他们就公布 在7月9号到15号 他们确认了山东舰等 一共7艘船舰在太平洋航行 在冲绳县公古道以南 约390公里 到东南大约540公里的海域 然后他还把这个路线给他画了出来 那么他里面他还特别提到 山东舰舰载机起降 一共大约380次 而其中呢 战斗机起降240次 直升机约140次 这是截至15号为止 日方所提供出来的资料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将军 因为我们对于所谓几次几次 可能一般人无感 那你认为这个是代表 是雄厚的战力吗 我们要看这个山东舰的 最大容积量是多少 山东舰满载的话 总共是36架的 这个尖速战机 加上12架的直升机 包含这个空中管制 还有电子作战 还包括了这个 我们讲到的这个搜救 空中搜救这样子 那他我们可以看到 从7月9号到7月4号 总共是7天 7天他总共训练了380架次 你除以7就知道 每一天训练的是54架次 那山东舰满载总共是48架 那你换句话说 每一天每一架都飞过了 你算48架 但是你飞了54架次 你每一天都飞54 你这样来看 是不是每一天都飞过了 要这样来看 那这样的话 换句话他整个的运作 是成熟的了 因为每一天都飞过 对 因为我只有48架 但我们每一天都飞54 而且我连续飞7天 我没有一天休息 没有一天打烊 你按他7天这样来分 这样成熟 另外我也比较关心的是 他有没有飞胺世界 那你连续7天 然后飞了380架次 没有任何飞胺世界 你要知道那个 山东建上面的跑道 滑跳也好 还有他这个甲板上 是很拥挤的 你不要在甲板上就相撞 有这种可能 你在运作的时候 你都拖机会相撞 你还挂武器 还加油 你有没有这意外 没有这意外 我比较重视 他有没有飞胺世界 如果有飞胺世界 表示他的运作 他的SOP标准作业层 就是还没有很成熟 那我没有看到 他有抱这个方面的意外 没有 日本也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 表示没有 因为你看日本 它是一架架数 日本对这个情报收集 是很详细的 你训练几架 哪一天他都记账 你到这一天累积到380了 他都有算出来 但是竟然没有一架落海 掉到海里面去 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讲 飞机师立刻停止训练 为什么 先搜救 你如果在那边训练的话 你会干扰搜救 所以一定是停止飞训 所以能够训练成这样的话 真的是 有一定的水准 有水准 那有两个点 第一个 它的标准作业程序 还有这个起落舰 起落舰 起飞跟落舰 还有它的 它这个方面的整个的程序 是成熟了 我们只能这样 把它成熟了 第二件事情 它的空中作战管制也成熟 因为你完毕了起飞 起飞这空中不是乱来乱去的 不是 整个空中做管制 有没有民航机 什么这个区块中 有没有这个 在这个 在空中做攻防 或对海轰炸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危险的 它做科目 不是起飞就算了 什么平飞大转弯 好像能逛 逛海洋 逛第一岛链 不是这个样子 它要做科目 对空科目 还有对海炸射科目 甚至它的直升机 还要做反潜 附近有没有潜见 我要去抓 你不要在 伏击在水下 对我航空母舰 是有威胁的 所以你这个来看 它的空中作战管制 也要成熟 要不然的话 它的孤舰在外 所有的地 我们讲陆地上的 这个雷达看不到了 因为你离开 距离它的搜索范围之外 是的 完全靠它的海上的 空中管制了 所以它空中管制 也要起来 在这一方面 它的运作应该也 到达一定的程度 是 好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 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 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 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